主席 一百年度的决算 但是我们好几次的 看到决算报告了以后 我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 那个感受就是 基本上审计部其实很尽责任 在做事后的审计的工作 然后也按照法定的程序 提出了一些应该有的 一些所谓的后续的处理 或处分的状况 但是我想要请教审计长 就是说 我们每次在看到审计报告的时候 总是觉得行政单位 还有很多的缺失 其实是没有做到尽如人意 那我们也很希望 透过审计部的监督的力量 然后能够来发挥 最大的改善的功效 但是就这一次的 这个审计报告我看到了 其实有一大部分的一些 这个留下来的一些基币 都发生在我们所谓的特种基金 以及所谓的政府捐助的 财团法人 那当然虽然我们今天 这个审计的部分 虽然没包括全部的 但是我要请教这个审计长 就是每一次在这个审计部 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 您会不会觉得 我们这个部分的整体的 这个检讨 会远比我们对于个案的 这种处分或处理 会来得更重要 是的 这个谢谢委员 对我们审计工作 同仑辛苦跟成果的一个困定 那事实上在整个 这个总结审计报告 除了说我们针对各个机关 所提的一些问题以外 整体的部分 整体部分事实上 我们也跟这个行政院 或是这个主管部会 来提出一些检查预线 以这个基金来讲的话 像说在常年来 这个基金的这个特种基金的 这个量太多 或是有些基金 我们觉得说它可以整并 因为跟这个公务的 这部分有一点重点 实际长 我请教你 我们上一次 做整体检讨的这个特种基金 跟这个财端法人的这个部分 是什么时候 有都有在做检讨 财端法人的部分 我们整体就比较大规模的 是 比较大规模的什么时候进行过 成果是吧 什么时候进行过整体性的 每年针对这个整体性 跟个别性 都有在做一些相关的意见 然后做一些处理 每年都有 我们在民国87年的时候 我们在预算法修正的时候 那么主机处这个部分 其实有曾经有做过 这样一个比较更整体的检讨 那我请教一下主机长 主机长我们上一次 这样检讨了以后 那当然也做了一些 这个基金的整并的动作 以及裁剪的一些检讨 那您是否认为 我们还需要再做一次 比较整体的专业的 然后重新再做一个检讨 跟这个考量 有没有这个逼啊 事实上这个立法院在审查 我们的组织法 我当时知道 你都说我们每一次 我们每一个个案 我们都要看到 也有做决议 要我们就是说 再去检讨看看基金 有没有办法 就是说每个主管机关 不要那么多 能够朝每个主管机关 一个基金等等方向去做 但是实际上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不是吗 就是审查 我们组织法 就是那个 二月 那个时候通过的 那因为现在 在进行主改 很多机关在做一些整并 所以我们原来的想法是说 配合主改 那我们主改在整并的过程里面 我们有做出任何的决议 哪些特种基金 是我们要趁这个主改的机会 我们没把它裁测 或整并掉的吗 有吗 没有嘛 都没有牵涉到特种基金的部分 目前我们就是在 就是说要配合主改 立法院通过之后 那相关的基金 会再做一次全面的检讨 是 那我想请教这个两个单位 就是说 我们希望 如果真的是因为配合主改 然后未来能够有一个 另外的处分处理的方式的话 那是不是 在主改以后 我们好好的 重新 再把这个问题 我们把它放到台面上来 我们好好做检讨 好不好 是 希望在这个部分呢 我们从更根本的 整个国家资源的 使用的效能的角度 来做一个更根本的调整 我们不要每一次都 针对个别的案子 然后有了一些个别的检讨 跟个别的处分了以后 但是其实它的大的那个 已经烂掉了那个大的架构 我们没有做根本的调整 实际上我们便没办法达到 国家资源的整体效率提升的效果 好不好 所以我们是不是在主改了以后 麻烦两位呢 能够在这个部分呢 提出更进一步的这样一个 检讨的报告 好不好 谢谢 那接下来我想 沈记长请回 我们请教一下 主记长 对不起 主记长 你再稍微留下 主记长 我想请教一句 是我们最近啊 这个年终的慰问金啊 引起了很大很大的这个争议 到讨论到现在为止我们都还没有 相关的立法委员包括我自己在总执行的时候 我都希望要求行政单位既然有了政策决定 就应该做预算案的修正 提到立法院来 然后呢 陈院长呢 在公开的场合都说 他不能够轻易的送出预算的修正案 因为不符法律 而且呢 要重新审查预算 知识体大 然后又特别提到说 行政院过去曾经有两度提出预算的修正案 都有特殊的背景 主记长我请教你 陈院长这样的说法 是不是你给他的专业的建议 是 是嘛 那过去的两次指的是什么 94跟100年啊 那立法院审议通过老农津贴 暂行条例的修正案 那魏力及时发放相关的津贴 还有那个社会救助法 所以呢 我们是依附带决议 还有那个朝野党团协商的结论 提出95级101年度的 总预算案的修正案 就是这两个 是 那这两次都是增加经费 还是减少经费 增加 增加嘛 是 所以这个 这两次的增加经费的意见 跟这一次的有一样吗 都不一样 都不一样 是 所以如果修正案 行政院删减 主动政策改变要删减 是不是我们所碰到的 历史的第一次 不 就是说那个 因为宪法 我请教你主意讲 是不是 你前面讲那两次 有特殊的背景嘛 那特殊背景 其实都是增加预算嘛 对不对 对增加 那碰到删减预算 我们自己主动 要减少预算的 是不是只有这一次 删减的没有案例 没有案例 对对对 我们现在碰到的是第一次 对对对对 所以好 那既然是这样 我们可以用上面那两次的经验 然后回头说我们这一次的状况 是不适合送出修正案 不是 主要是宪法跟预算法 本来就没有提那个修正案的规定啊 是 没有提 那没有提 不代表不能做 对不对 不是 法上没有提修正案的规定 对法上没有提 一个是可以不做 法上没有提 另外一个就是法上没有提 表示不能不做 不不可 也可以做 对不对 不是 因为那个宪法 其实是明定的 行政院是有预算 因为你的专业的意见 对行政院院长在做决定的时候有很重要的影响 今天造成这个结果 我不从政治的角度来做看着看这个问题 我要请教就是说我们从专业的角度 我们怎么去看待这个事情的演变到今天这个结果 我请教你 今天如果我们持续这样 预算书的送审 是不是代表我们表示行政院的政策立场 是吗 是 那今天送到立法院来 立法院按照宪法的规定 我们只能删减我们不能增加预算的支出 是 然后你现在明明是200亿你送来 但是你又告诉我说 其实我希望能够删掉180几亿 然后如果立法委员做的决议 不从的话 不不一样的话 那你是不是逼着立法院在行 在实质上是增加预算的 因为你形式上你告诉我 其实你你只希望编的20亿就好了 因为你已经政策改变了 然后但是你形式上又告诉我 你送的我现在看到的是200亿啊 如果我审出来的结果 我删掉了100亿 剩下100亿 我问你 就实质的角度来看 跟你的政策所送出来的预算书 你是让立法院做了实质预算增加的 这样一个最后的结果 不我们送预算案到立法院之后啊 立法院依法审议这个预算 我们尊重立法院审议的结果 我是告诉你说在实质的状况之下 你等于是让立法院跟行政院之间 行政院明明只要20亿 但是立法院可能做出了200亿的决定 可能做出150亿的决定哦 因为你送出的预算书是200亿啊 我看到的是200亿的数字啊 对不对 所以我接下来再请教你 那如果你还是维持在这种情况之下 按照现在的所谓的应注意的事项 我们不但中央政府编 其实地方政府也按照这编 对不对 那请教这个主机长 我们地方编的钱是怎么来的 谁负担 是不是地方政府自己负担 是这样子哦 这个人事经费的话 地方呢 我们会算那个基本财政收支 差短 所以是在差短里面计算嘛 对 所以有可能是地方 有可能地方自己负担 也有可能是中央政府 可能有一些补助嘛 对不对 那我请教这个主机长 那你觉得如果按照预算的这个相关的专业的规定的话 可不可能地方议会在这样一个整个情势混乱的情况之下 地方议会如果有些县市议会不通过怎么办 就算是我们立法院中央政府通过了 按照这个行政院的政策 但是地方政府如果有些通过 有些不通过 有些的删减的情况不一样 我们行政院主机总处可以有什么样的作为 因为这个主政机关制人事总处 到时候它那个规定行政院核定之后 是会分行到所有的地方 地方政府就要遵行是不是 是是 如果地方政府地方议会不通过呢 地方议会的预算如果通出 做出的决定是不一样的呢 怎么办 那这可能要加强沟通协调了 只能这样 加强沟通协调 对因为我看报纸上写 好像各县市都 报纸上写的是说 主机长我想请教你的就是 你们会依照全国统一的规定来做 我知道嘛 我看过你们注意事项 上面讲就是地方政府依相关规定办理嘛 但是我现在要请教你说 如果整个情势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 在以前不会发生的事情 现在都有可能会发生 那在这种状况之下 如果你从预算的专业的角度 给院长的建议 一路走下来 导致今天这样的结果 那我就要特别在这个地方再提醒你 未来如果有可能再发生这种状况的话 你要先事先想好 在专业上我们有什么样的法律基础 我们有什么样的专业上 在制度上机制的设计 能够让这个问题能够彻底的解决 不要再造成进一步的纷扰 好不好 主席长这个部分真的是很重要 因为到这个问题 已经到这对执政党来讲 已经造成很大很大的伤害 好不好 那因为我时间关系 那个主席是不是可以再有一分钟 我请教一下我们内政部的林次长 林次长 抱歉 让你站这么久 那个我想只是请教你一个问题 就是你知道不知道 那个所谓的工作所的补贴方案 工作所的补贴方案 那已经实施完了 实施完了 在97年98年的时候 对不对 那我因为很关心这个问题 那我也曾经在总咨询的时候 请教过院长 那这个我也收到了这个内政部给我的一份公文 特别做了一些说明 但是我在这边请教这个林次长 也特别请你帮忙的就是 这个工作补贴方案虽然结束了 内政部给我的回答也说 他把它看成是一个短期的措施 但是呢 实际上当时会做这样的一个方案呢 基本上是在所谓的EITC的观念之下 所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临时性的这样一个办法 对不对 那我要请求内政部的就是 不要只是工作补贴方案做完了以后 看成是临时的措施以后 就停止了 因为我们未来的最主要是要建构一个更合理更完整的所谓的EITC的政策 这是马总统的竞选的政策 那如果按照目前我所看到的内政部的公文的回文 似乎是认为已经告一个段落了 那至于说EITC呢 是财政部的事 由财政部来研议 那我当然我也认同 大部分的工作可能是要在财政部 但是内政部们不要因为这样就完全推卸了责任 尤其是如果在我们未来EITC还没有建制之前 内政部其实可以针对现在的社会福利的相关的措施 能够先铺陈一些未来让EITC可以建制更好的基础 我举例子说 我们今天之所以推EITC主要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看到了很多的社会福利在给的时候 当你符合了条件之下 他可以拿社会福利 但是当条件一超越了以后 他就马上没有社会福利的任何的补助 所以因此这中间的差异 就课税的角度来看 这是百分之百的税率 因为我今天如果我符合了中低收入户 我可以拿一万块钱 但是我因为超过了标准以后 我隔天我一万块钱就没有了 我只增加多一块钱 而因此而不符合的标准 所以这个税率是很高的 这是EITC之所以要成立的最重要的原因 我当然也知道 内政部社会师也设法正对这个问题做了一些处理 但是我认为那不够 因为你们现在的做法是 如果我今天有辅导了 你就业了 你三年的所得 我不记录你的这个所谓的中低收入户的总所得的计算 对不对 希望把时间拉长 避免影响他的工作诱因 但是这样的做法 他三年以后他还是要面对 是不是 当他面对的时候 他还是一个截然大的差异 本来是可以拿 后来变成不能拿 对他来讲 他就是一个无限大的课税的概念 所以我希望呢 我今天在这边特别提到 就是说 不要内政部完全不作为 是不是可以在慎重的考虑 在未来 你在给社会福利的时候 除了这个三年的概念以外 我们把它转化成按照所得的高低 用平缓的方式 递减式的减少它的补助 好不好 因为如果你能够这样做 你就等于是帮未来的整体的EITC呢 先在你现行的社会福利当中 建构了一个不会过度伤害工作诱因的机制 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基本的概念 好不好 虽然我知道你们现在已经做了时间上的调整 但是这样还不够 我希望也鼓励我们内政部社会师呢 能够在这个部分呢 能够再进一步有所作为 有所修正 好不好 因为我时间的关系 所以我就执行到这里 谢谢 好 谢谢 我们会继续研究 我们会继续研究 中文字幕——YK